记者汤世民张化报道,邱建复将接张化现副县长。 民进党张化现党部今天举办新、卸任主委交接,新任主委的张化市长邱建复强调, 他上任后有三大任务,首先是完成年底县长连任,议会过半,五合一全雷达目标, 并加强民进党的形象宣传,以及加强祖训,为党培植更多人才。 由于他接任副县长的传闻不断,他也否认传言,并强调会把市长做好、做满。 民进党今晚将在张化市举行张化现党部第十五、十六届主委交接典礼, 预料将有八百多人与会,仪式将由民进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徐家庆监事与监交, 由邱建复宣室就职,并和卸任的黄振燕完成交接仪式。 已连任两届张化市长的邱建复,过去曾三度参选民进党张化现党部主委, 却都以协微票数落败。 今年五月二十七日以三千四百七十八票的高票,顺利当选, 在两任的张化市长任内,邱建复针对选党二十年以上的四十项市政建设, 克服万难,成功解决了其中的三十七项,包括率先实施市区路边停车收费, 第二纳古塔兴建工程,小阳路,中华西路口结缴工程等。 此外,又积极推动铁路原线高架化,台中节运年申张化市, 张化市污水下隧道,原第二停车厂BOT规划案等, 与县长为明古等人合作向中央争取的重大建设经费近七百亿元。 同时,规划五大观光轴县,让张化市观光人数逐年快速成长, 外转邱建复也将接任张化县副县长一职, 对此邱建复强调,地方确实有此传闻,但一个人的能力有限, 他既是张化市长,又是县党部主委,不可能再去接负县长职位, 他将在今年12月25日卸任,一定会做好,做满。 哪里有一次的练习剧, 我来说的,不可能再去接负县长一职位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